小夏 早安 早安 是 是 阿瑪 大家好 大家好 你現在在國會 是嗎? 是啊 我來講一個情況給我們聽 這樣呢 前幾天 Kevin McCarthy 選了做參眾議院議長的 他選了當晚宣布國會重開 那天我就說我八卦 他星期天早上十二天凌晨 那天他應該是1月6日當選的 那天就說衝國會那天 兩週年衝國會紀念他當選 他馬上就說重開國會 因為國會被Nancy Pelosi刪了三年 現在國會再開 人人都可以進了 我本來想在門口一直拍下來 後來門口要過那個安全機 我要關掉那部機 我嫌他麻煩 先進來 我給鏡頭 你給他們拍一拍給他們看好嗎?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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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給你一個鏡頭 行 看看怎麼搞先 我給你一個鏡頭 忘了了 有拍給你 不用了 都很清楚的了 我現在站在一個地方就是 就是國會眾議院的圓頂大廳下面 這個圓頂大廳我給大家看一下 哇 好啊 這個地方呢 是所有的記者 你看到這麼多燈啊 什麼都排在這裡 是 是 不知道 我問一下 我問一下旁邊的記者是哪個台 Excuse me sir which media you belong to? Newsmax 我旁邊是Newsmax Newsmax是右派的 右派的 所有的記者呢 到時候有急事的時候 如果是國會有什麼事的時候呢 你看到記者排三排都有 我見過的 哦 我見過你記者排 這裡就是他在這裡等 等哪裏有事呢 他就去國會哪裏 是嗎? 不是啊 就是這裡是他現場報道的地方 現在剩下的影相佬在這裡 記者不在這裡 現在就是 那為什麼會在這裡呢 我等一下就講大家為什麼會在這裡 這裡的議員辦公室在這裡頭 那這些議員開完會出來 大家就講幾句的時候 就走過來這裡 就訪問他們 是啊 不是啊 拋去看鏡頭前的 這些到時候的機器啊 燈啊 你看他們全部在架著的 機器啊 燈啊 國會的圓頂 這個是眾議院的圓頂大廳 它有三個圓頂大廳的這裡 參議院一個 眾議院一個 國會的那個自然是大了 這個都不小了 這個都不小了 這個是眾議院的圓頂大廳 是啊 我不知道參議院這樣開了沒有 它開了一點 我要看一下參議院 進去先 我先講明 現在這個地方這樣呢 大家都可以進來的 不用查證件的 門口那裡的守衛 你看到了 你看到這裡 我先看看 門口 那個門口你直接走進來就可以了 這個是人民的房子 為什麼1月6號那些人這麼大把火呢 就是呢 就是大家都知道 就是我們要隨便進來的 現在你刪了算什麼回事啊 前面這個地方它還明明就是Nancy Pelosi Speaker Nancy Pelosi Caucas Rule 就是它是當時 現在還沒換牌的 它是當時做Speaker的時候呢 它自己的人在這裡開會呢 平時它不開會的時候 你找到它的人呢 你可以去喊議員資助你說 那天房間幾點到幾點你沒有人開會 我用來開個Party也不行啊 可以的 是嗎 有得談的嗎 是 它不是 它排到時間就可以了 你如果來呢 你現在來你跟它講了 我要 它可能排到3月多少號 5月多少號 有時候呢 現在應該人少 因為疫情嘛 疫情過了嘛 那些人排得不快 以前排兩年的有時候會 嗯 那很多大國會 很多聽證啊 那些所有的房間呢 都可以 都可以進去開Party的 哦 那是 我待會帶大家看 這個精神很重要 這個精神非常的重要 就是說那個國會是屬於人民的 國會是屬於人民的這個精神很重要 我們今天先講你的題目先吧 好玩啊 現在 哈哈哈哈 是啊 不是 不是 我有一件事 我最近 我剛剛昨天自己看到 原來有3個華人議員 反對這個什麼 中國戰略 中國如果是啊 是啊 這3個人真的是來譜了 多數 兩個是三藩市那邊的 一個呢 就是紐約的 一個是紐約的 是的 是 孟超文 孟超文 孟超文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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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超文他父親還有 因為犯罪了什麼什麼 總之跟那些地方勢力 挺有困難的啦 那孟超文應該是 Browns那邊選過來的 總之是華人就選的啦 是 那個加州的劉雲平啦 是 還有 我忘記了 還有加州那兩個 我跟中國很接近的 那個Judy Chu 是嗎 姓朱啊 劉雲平和朱 朱 你又忘記了中文名字 Judy Chu 和那些 我有一次呢 就是台灣 那時台灣的人請我講話 就是前幾年而已 我去講話 台灣人請我吃飯呢 他隔壁是200人的大廳 中領館在辦活動 在洛杉磯啊 是 隔壁我看到Judy Chu坐在那裡 我們這邊台灣人 二十多人在那裡吃飯 他們那邊200個中國那些人 就是中國領館 坐上客來的 當然反對啦 很明顯誰是後台的啦 所以都幾大件事啊 就是給別人的印象啊 給別人的印象呢 你在美國的中國人呢 多數都是親共的 嗯 我一會兒如果來得及呢 我就帶大家去看一下新的中國委員會主席 你去辦公室吧 進去看一下啦 辦公室全部都可以進去的 我昨天都去過了 現在新的那個委員會是嗎 蕭霞 你解釋一下 你那天我忘了 你解釋一下 那個Select Committee Select是什麼意思呢 Select 就是它 這一屆如果Select Committee 這一屆國會兩年的嘛 在這兩年中呢 這個Committee是存在的 它還存在的 要下一屆的 要下一屆的人先講才行的 現在這一屆人講 就是這一屆兩年 那麼Select Committee呢 就提了很多立法建議 它沒有立法權的 它就要refer給別人 比如它一個法案給了外交委員會 下一個法案給了Ways and Means 它有很多這種建議的 所以它就特專門供這個議題 所以它是非永遠的 下一屆如果說還需要 就這樣就還了 但是每一屆都要通過 它可不可以再繼續下去 就不是那20個有立法權的委員會之一來的 哦 在下雨啊 外邊的頭髮 都亂七八糟 是啊 是啊 這個 這次都挺好 還有我剛才剛才看到眾議院 基本上這幾天 就是三把火了 是不是? 上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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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就是這個中國Select Committee委員會 一個就是停了那8萬去調查人家 那些稅那些查稅那些 八萬七千人 是 接著有一堆的東西就是 就是 就是說 就是想 聽證啊 聽證啊 死不聽證啊 聽證啊 那些就是一個表態來的 不是一種法案來的 是不是? 差不多就是這樣嗎? 不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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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立法基礎來的 它呢 調查到聽證這件事情搞清楚什麼一回事 國會有 班農他們被人這樣判刑呢 都是因為它國會的委員會 因為1月6日又是Select Committee來的嘛 又是特地調查委員會 那1月6日這個委員會就跟它發傳票 它不去 那就說它藐視國會 是 那它下面有排傳票 很多人已經說了 Jim Jordan說了 很多人會接到傳票 不是 都很重要的 如果當著全世界的嘛 現在那些人對美國眾議院全世界都看的 全世界都看的 全世界都看的 C-span又看的 是不是?C-span C-span是永遠 國會辯論它永遠在那裡放的 C-span因為是有公眾的錢嘛 那你C-span你就要放那些 你要它的規定 其他記者全部不能進國會議事大廳的 公眾可以進 但是呢 我現在這樣 我可以給你看 國會這樣的 辯論呢 基本上 講的基本上 國會開會是星期一 下午到星期四中午結束的 這幾天 星期五呢 今天就沒有人的 我昨天來 為什麼呢? 昨天來就結束了 那些議員整個走出來 那我慘了 我以前的議員呢 我很多人 我三分之一的人可以叫小名認得出來的 現在慘了 每個人都不認得 幾年不認了 不知道要恢復了 真人 真人 我打招呼 我在哪裡來的? 看到年輕人 轉來很年輕的人 我在哪裡來的? 好 好 好 啊 我在密歇近過來的 就是談一下 就是 我是誰呢? 今天又是忘記了大名片 昨天忘記了大名片 叫做District Working Week 就是所有議員回去和那些選民 我就問了Chris 我叫他那些人 我說 我想哪一天呢? 一、三、五這個時間呢? 你給他兩分鐘 上來和我們的觀眾打招呼 現在我跟他約 還沒約定時間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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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打個招呼 這樣 就是兩句 就是說太多是講英文了 我又不想他太麻煩了 好 說回我今天的題目 這幾天呢 也是 哇 興奮到不得了 特朗普被人在馬拉圖那裡 說他有那些絕密文件就藏在那裡 美國那些文件 一般的絕密文件 不管你總統都好什麼 你看完 你就要交給他 每次 他差不多 他實際上抓得很緊的 不過這個是好事來的 你國家機密嘛 所以每次你看完 他有一個袋子給你裝回去 然後有人拿走的 那就不應該保留在那裡 但是總統呢 好像特朗普就有權說 這個我是覺得他不需要絕密的了 解密 解了密 那就變了普通文件了 那那裡呢 那個是一個案了 誰知道這幾天呢 拜登呢 原來拜登在中期選舉之前已經出了事的了 不過大家就掩著 就有三批 政府掩著 政府掩著 三批 那些絕密文件 放在一些無謂的地方 放在外面 就變了不應該 絕密文件就絕對不可以公開給人 放在那些沒有保護的情況之下 而且你看完呢 他那時候是 副總統那時候的文件 看完你就馬上要還給的 不可以自己 沒解密權的 沒有解密權 還有你沒有保留權 你看完之後呢 你就要還給那個 在那裡拿來呢 就要還給那裡 國會就要國會 所以他這件事情呢 就是嚴重犯規了 那這幾天呢 尤其是他前幾個月就去特朗普那裡搞特朗普 那變了這個理由 這個理由就變了很矛盾了 小環 你說說 是 司法部昨天指定了特別的檢察官去 因為他指定了去查特朗普 你不能夠 這個問題比特朗普還要嚴重的 第一個 他沒有解密權 第二個 他那些文件轉移了幾次 就不知道了 他是搬了去 就是Pansylvania的中心 大學中心 那裡現在查出來 外國的錢拿了6500多萬 中國的錢起碼有5000萬 那就是還不知道哪裡來 還要真是不知道誰來的錢 那 匿名的 匿名捐獻 是 匿名捐獻 匿名捐獻 人家捐獻都要一個名字 匿名捐獻就有問題的了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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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 這樣就跟著就 就是 還有一批在他家裡的車庫裡 他所謂做廣告車庫就被人拍到 車庫不關門的 還有昨天又發了 他拍到第三份 不過那個只有一份 但是一份都是絕對文件來的 很大件事的 那現在司法部都沒有檢察 打那些長頸鹿的 或者打那些用來打獵的 一發一發出去 如果打不中 他就懂得回頭的 走回來的 叫做回歷錶 可能我們中文叫做回歷錶 大陸也在飛去來氣 就叫做回歷錶 怎麼都好 總之這次就是回歷錶了 現在共和黨的國會就全部照樣調查 你去查的 好像拜登這個事情 你說特朗普說成這樣又去找他 你FBI為什麼不去找拜登的家裡呢 他家裡還沒有這樣的 沒有特朗普那種保安的 而且特朗普和FBI 就是知會FBI他有文件 他有一些鎖住在那裡 有人保護著的 那他現在拜登說 又不是我 我怎麼會知道誰放在那裡 你家裡車庫你不知道 那他的兒子呢 你的兒子跟中國這麼多交道呢 Pansylvania、U-Pan 有多少人可以進去拿去看呢 那很大件事 特朗普那裡沒有人可以進去的嘛 傳說那些文件裡面的內容 好像跟烏克蘭 甚至跟中國可能有關 是呀 那就糟糕了 那就糟糕了 他兒子在烏克蘭拿這麼多錢都知道的嘛 現在將烏克蘭戰爭 今天早上又要說又要再多付錢 現在烏克蘭 我們失去的時機 烏克蘭在戰敗著嘛 所以又要多付錢 我真是受不了了 就有一些比法 前一筆錢還沒清 現在又要多付 就是每個禮拜都要拿支票 我都沒見過這樣付錢的 那裡肯定有點緊繃的 就是拜登跟烏克蘭 說到一四年開始 已經有緊繃的了 有緊繃的了 那這次呢 我一路走 你一路走啊 那這次呢 就這樣付錢 當然他幫他 就說幫他幫他什麼 這個理由還理由啊 付錢還付錢 就是他那裡有一條路呢 是很大緊繃的 但是呢 現在還沒暴露出來 這個這個這個 拜登跟烏克蘭那裡 那裡是一個長期的 有好處的 所以可能這堆文件 可能這堆保密文件裡面會露一些東西出來的 可能會暴露一些東西出來的 是啊 是啊 很大件事的 所以這次 你們去查特朗普 他現在 現在自己的月頭 就真的這個 大家都說是Boomerang 一月六號 這樣死成了 整些人呢 查根拖頭 昨晚上天啊 Captain McCarthy 昨天已經宣布了 把 全部一月六號的陸像啊 什麼呢 全部都 全部都解密了 都 completely 解密了 那就變成了 別人也有的爭執了 變成了別人去法庭 那裡辯護自己 為自己辯護 變成了有證據 如果他不拿出來 根本沒有證據 是任他講的 任他控方講的 我現在很簡單 我剛剛走到議員 美國的議員 你都看到了 他的議員牌就寫了議員的名字 Florida的議員 跟著這邊呢 Yes, we are all... Please come in 就叫你走進去 是 是 是 這個是誰?Florida的 這個Florida 我再介紹他 他現在就特意做多整個牌 Yes, we are open 他關了五個小時 各位觀眾 這個是檢營的一個議員辦公室的門口 檢營的 差不多每一個議員裡面有一個套房的 又有外面 又有折客 一會兒我走進去就知道了 我先介紹的議員Florida 這個Florida是嗎?是誰? 這個議員Mario Díaz-Balette 他不是很有名的 但是我認識他 他找過很多次 為什麼呢? 他是台灣Caucas的 哦 哦 原來他做議員 他做議員嘛 Marco Rubio在Florida做州議長呢 他們兩個同屋租了一間房屋 就是Marco Rubio的家裡不在塔拉哈士的守府 但是要守府辦公室 他兩個是 他又要一個月回去 一個月回去給他 所以現在就 Yes, we are open 我轉個鏡頭過去給大家 我進去他的門 這個大門來的 這個辦公室的大門 辦公室 Hi guys Hi, I'm reporting to my audience on how the Congress is to open so this is actually online 200, like lots of people from Hong Kong so their democracy was taken away 他外面有一個這樣的節代 然後裡面就是他的辦公室 就差不多是這樣 I know the congressman's not here It's Friday but I know he is he still with the Taiwan caucus? I interviewed him several times Great, wonderful, wonderful I know him for a long time 這個議員就是支持台灣的 這個議員是台灣 caucus的 他都會支持香港 My audience mostly are in Hong Kong so will your congressman support Hong Kong freedom? OK, no problem I don't talk to you 這些就是我們將來要去遊說 將來要去遊說他 他既然支持了台灣 就肯定支持了香港 不是問題的 Yeah, thank you guys I'm just showing I'm so thrilled I used to report on Congress all the time and I met at hell for, you know closing for three years How the hell? Sorry, I'm on air Thank you, thank you 小客給我們看 就是說美國那種議員 對他們、對任何人 你就是跟他們是很 根本就是完全是沒有 中間沒有東西隔絕的 隨時可以打開門跟他們聊天 完全沒有任何隔絕的 那個共和黨的隔絕就是民主黨了 隔絕就是麻省的民主黨了 我又是進去看看 隨便進去的 他沒有得不開門的 不開門就罵他們了 所以一月六號那些人這麼大火氣 就是那種態度 完全是不當自己是官的 當自己是人民的公佈 我們原辦公西裡頭 哦 這個沒有人要問 Well I am just reporting on the reopening of Congress So I'm showing my audience how you can just open the door and say hi to congressman American democracy Alright 原辦公西裡頭 這個就是美國的民主 這個就是美國的民主 就是說每個議員 所以真的 譬如下個月我們開始做美國功夫 不是這麼難的 如果那些人跟你說很難很難那些 當然你要知道哪個門是哪個 但是就不是不需要去求他 又不需要求又不用求 這個議員我也是認得的了 這個議員做了30年了 James McGovern 我認得他20多年了 民主黨的 James McGovern 這個是中國委員會的成員 他對中國很鷹派 這次投票成立中國委員會 他是民主黨中 主張成立委員會的主力 James McGovern 代表了是哪個地區的? 馬斯特斯斯 所以我在哈佛那時候就認得他 就是那個McGovern嗎? 是啊 就是那個McGovern 就是那個很有名的McGovern 是嗎?哦 不是他爸爸嗎?那個 是不是?不是他很老的 這個最少70歲的 大家進去看看吧 大家進去看看 我以前就不用解釋的 可以打個招呼 要解釋一下 沒辦法 不是 今天我拿著 不是不唐突的 今天是我拿著一個自播桿 我要解釋一下才行的 不是那些人粗口一句出來 真是壞了 多了? 還沒上班 我們早 他那些人在九點鐘 現在是九點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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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的議題就是兩位 兩個黨都會支持的 就是多數兩個黨 因為我們和人沒什麼過不去 所以香港的議題將來我們準備 比如提香港議會 要他們支持香港議會 香港自決這些議題他們很支持的 看看我現在怎麼做Lobby 是嗎? I think there are several bills I think the Hong Kong people mostly care about My name is Sasha Gong S-A-S-H-A G-O-N-G G-O-N-G Yes I will write down to you because I'm on air I don't want to broadcast my phone I don't want to broadcast my phone 她就開始跟議員助理 講四就約了她 那麼就可以到時見面了 we are we are here we are we hav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watching us and this uh this gentleman uh hong kong people call him papa yen and he's a very big freedom fighter of fighting so we we actually want to talk to congress and see there's a hong kong freedom bill and um wonder if you know we get more support and to help the hong kong people do you know the number of that though uh i don't have that enough but i think congressman smith's uh office and congressman uh and senator rubio's office and uh the the china commission have all the references and i think i believe that congressman mcgovern is the member of the yeah yeah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so much okay keep in touch bye 這些就是將來我們要游說的對象來的了 這些全部的這些議員啊所以我們要搞一個 小夏卡克斯宗文怎麼翻譯啊 黨團啊 就是說你有一幫人專門是為香港去爭取的叫做香港卡克斯 台灣卡克斯是為台灣爭取的 所以我們要成立一個就是那幫議員我們要找幾個 就是合心議員專門是為香港的事情呢 他又除了他自己做之外呢 他還要打電話 找其他的議員跟他一起投票 是不是? 那變成了呢 譬如我們要求香港要求公投自決啊 香港議會啊 或者呢 就廢除國安法啊 釋放啊 現在拘留的人啊 這些全部都是我們的議題來的 當然不是定法律 但是他支持 起碼他支持 那就差很遠了 就是我們變成我們做事呢 就是有人支持 有美國國會支持就差很遠了 所以剛剛大家看著呢 約了國會一個很重量級的議員 大家查到的 James McGovern 那時候他介紹過我去入白宮見總統的 就是小寶集的時候 那我在哈佛那時候認識他 如果是議員在那裡呢 我肯定可以拔著他 他有10分鐘跟我談10分鐘 有20分鐘跟我談20分鐘 就會這樣 就是這麼簡單的 這個是民主制度 我現在落錦國的樓梯很漂亮的 嗯 就是民主制度就是這麼簡單 沒有什麼其他複雜的東西 沒有說我有 沒有那些官僚的東西 沒有那些關係這些東西 你說你認識哪個 我認識哪個沒有用 我哪個都認識 進去就認識的了 是不是呢 參選那邊也是這樣的 一樣的 他聽你說道理 他聽你說道理 最重要 是啊 不是我認識哪個 又不是我給誰的錢 當然給錢他見得快 不用說了 給錢他努力一點 是真的 這個也是正常的 大家可以支持 誰支持他又誰什麼 但是呢 你沒有錢給他 他不認識你 你跟他說他都要理你的 是 你所有這些議員門口 你推他去哪個就進去 沒有人 就是沒有人 沒有人說你不行 沒有人 這個是國會開放 大家比較理解1月6號是什麼回事 嗯 1月6號那些人說為什麼要衝國會呢 國會不用衝的 國會平時不用衝 根本是自己的地方 是啊 所以很多人誤會 那天誤會說那些群眾衝去國會 就是特朗普在後面 在後面就推他們去 根本這件事 你根本衝國會本身就是一個合法的事 這個是做過民主黨黨邊的 Debbie Wattman Schult 做過共和黨民主黨主席的 好 民主黨主席的這個Froyder 議員猶太人來的 猶太妹來的 哦 他辦公室 所以這些辦公室全部開的 我在這裏又不犯法的 我直情直播又沒有 全部是 全部是 大家全部是公開的 因為公開政治 有時候 有時候呢 很多人覺得秘密政治 蛤 你這麼多 秘密 很多人 手上的人 都不應該秘密 小霞 現在你那裏走去 走去他那個眾議院那個議事廳 遠不遠 是 這三棟大樓這邊 我要出去 我以前有記者 那些議員 下面有些火車仔 通的 是 下面有小鐵路 是 我現在帶大家去看一下 那些 我要走一陣子才走到那個鐵路仔那裏 在那個鐵路軌道那裏通 投票的時候 就坐了過去 是 是 要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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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車 有鬼車去 你走出 不是 那些投票才要 你走出 我現在給大家看那個方位就知道了 你走出門口 就是你要走外邊 就是 現在 議事廳就是在外邊 在窗口外邊看到 窗口外邊就是 國會的議事廳 不是 我先看 可能 亂都看不到 就在外邊 這棵樹後邊就是了 這棵樹後邊就是國會那個 要坐那些有鬼車去的 人可以走過去 兩分鐘而已 但是如果是 你走過去 你又要 這個安檢 那個進了去 那個出去了 那它就麻煩 它就坐有鬼車 突然傳過去 不僅是記者都可以坐的 我以前經常 然後談完 談完 談完之後 談完 你去投票 一起坐車過去 我想給大家看看 門口怎麼進 這些就是門口 首位就是這樣 走出去 走進來 你走進來就可以了 這個大門口 這個大門口 對室外 它有幾十個門 它有十幾個門口 是 是 儘管走進來就可以了 儘管走進來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原因 你怎麼看見我那裡 如果我真的來 我真正帶著 那些提案 法案 詳細的情況 我要說什麼呢 有半月子的 summary 我們要做什麼 要說什麼 那就約了 下個星期又再來 小夏 我想問問你 Peluzzi關了的國會 這兩年關了 是它為了1月6日那件事 還是它 不是 疫情 疫情1月6日之前就關的了 它是這三年關的國會 2020年2月份關的 我兩年多前 我都來了很多次 那時候都沒有關的 不過就是變得有 那時候都要安檢 要需要經過安檢 你來20年多前 你信我 我很熟悉的 你可能記住兩年多前 已經過了三年多了 已經過了三年多了 時間 Peluzzi的辦公室 我不記得Peluzzi辦公室 好像在那裡 Peluzzi辦公室 就在這層樓了 但是我忘記了在哪裏 忘記了數字 找它 你想想要400多個寫字樓 就是400多個辦公室 所以那裡很大 一個院一個 就400多個 還有435參院還有100個 還有各個委員會都有辦公室 是 各個委員會有 委員會辦公室 委員會會議室 這棟是最早的議會大樓 比較舊的 是 有些後兩棟 我現在先過去下面兩棟 我要過去下面給大家看投票的地方 是 是 對不起 沒事沒事 挺有意思的 就是講一下 美國的民主制度是怎樣進行的 剛剛大家看到我的Lobby 那個就叫做Lobby 原本參議員都是這樣的 參議員都是這樣的 全民家都是這樣的 都是一模一樣的 都是一種規矩 是的 那就走進去 你如果在走廊裡見到他 今天都是星期五 星期五呢 就回家了 昨天中午就結束了會 回家了 如果昨天中午的直播呢 我截在那裡 我每個議員都截到那裡 我等一下給你看 在哪裡 是 是 現在 現在在床 在床 大家這個衝突來的 在哪裡去截的議員呢 就在這裡 這裡的條路呢 就通去那個國會的議事大樓的 你記得 U.S. capital 是 這個是地下來的 地下是地下來的 地下那一層 地下那一層 就接著這裡 所以 所以是公眾可以進來的 我今年去辦公眾國會記者證 有記者證 飯堂是不是上一層 飯堂是不是上一層 飯堂是 飯堂很多層都有的 飯堂基本上是一層 地下室同一層 那我現在留在國會裡 你如果說在這裡 投完票的議員就在這裡出來的 你呢 如果昨天站在那裡 你想截哪個 除了議長 不是那麼容易 議長都截不到的 每個人都截到的 就是這個 我後面的地方 是從投票大廳出來的出口 出口 我給大家看出口就是這樣 不是很小的 這個出口就是一條路 他投完票出來就走這裡 在這裡 走出來呢 我有截不截的 看到在這個議員 那時候 他有時候不想出鏡呢 你說你等我一會兒 他截著牌 在那邊 就這個 就這個中國 這個問題 就這個飯堂 你講一句 有講一句 有講一句 有講幾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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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有意思的 挺有意思的 我都很熟 這裡我真的做了很久 我真的可以帶大 吃了 其實聽過本源好了 這個主軸的辦公室 是 是 最近被人騷擾了 因為這個事情 在這個辦公室 就不准去拍照的 所以我都尊重他們 我昨天去了一次 我尊重他們 我就不會去拍照 因為最近都是經過這些 所以 但是他也是程庫委員 就是議員辦公室 誰可以 這個是不是議員辦公室 這個不是議員辦公室 議員辦公室 臺灣公司有多少個議員 應該是 二十幾個 都是二十幾個 我們都需要這麼多 十個還是二十個 十個二十個很容易找的 四百三十五個 要不要我帶去看看大家的飯 看看那些飯堂 不用 不用飯堂 那些飯堂我也吃過 不錯的 那些價錢的 挺合理的 不是很厲害的 但是飯堂 就是真的不好吃 那些就不要說了 我帶大家上去 現在國會那些電梯 你就不要上去的了 就是你可以見一下 美國自由到什麼程度 是 就是完全 就是中門大開 什麼保密都不做的 在中門大開 實際上都有些安全問題的 不過他就為了 為了公開 他就願意冒這個險 你不想知道 可能這個信號不太好 小限你小心 你有時經過那些地方的信號 電梯裡面沒有信號 現在出了電梯好沒有 電梯現在有了 現在有信號 現在有了 出了電梯 1、2、1、2、3、9 我應該是1、2 它是1、2、1、1 米克戈利根 他在這裡辦公室 加利根很重要 加利根很重要的 加利根就是那個 中國委員會的主席 我現在帶大家去看一下 中國委員會主席的辦公室門口 就是這麼簡單 我就可以 走進去 我就可以 走進去和他說 跟他說 喂喂喂 中國問題要重視香港 這裡又怎樣 如果他在這裏 我當他搶著他 那中國的委員會 實際上香港都可以包在裏面 當然包在裏面 全部包在裏面 所以最後你這個你這個最後成不成功 不是說你找不找到那個議員 找到很簡單 而是說你講不講得服人 你從什麼角度怎麼講 是 是 明白 明白 2007 下面11 下面是辦公室 我昨天來過 已經跟他們講了一段時間 昨天趁他們還沒出去 我才沉了一段時間 小夏 我想問問你 美國的公民就可以捐錢 是不是? 六卡都可以 六卡都可以 是不是? 那我想問問 你可以跨州捐的 是不是? 不是一定要 不是一定要 所以可以 當然可以跨州捐了 可以跨州捐了 是不是? 這個議員選舉 比如你可以 現在可以三千塊 那今年 我三千塊給10個議員 我給了三萬塊 那三萬塊給10個議員 就是這樣 或者給總統有一樣的錢 就是聯邦一級的選舉 美國居民也好 公民也好 他對一個人一屆可以捐三千塊 是不是這個意思? 不是一屆 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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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年就可以多 六千了 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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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是捐款規則來的 我現在帶 等一下 看看現在的訊號 就這麼說說說說說了四十幾分鐘了 可能沒有錯了 我想走去Christmas 實際上有多遠 大家看到我一路在那裡走 一路都幾多 幾多的 那些訊號不錯 幸好他弄好了那些訊號 整個室內的訊號不錯 這些是安檢門口 你以後都看到是安檢 你走進門口就這樣檢查 沒別的樣子 很簡單的 因為他身上可能有些什麼骨頭 那些就被人戳住了 我進來 所以我游說國會都很簡單 入國會 入政府大樓都是 全部東西都是 身上有這麼簡單 不這麼簡單 就沒事了 不要揹上全身的電腦 經常被人到處響 進去院士大廳 投票的大廳就不准帶電話 不准帶電話 不准帶電話 不准帶相機 為什麼呢?他也不准帶記者進去 記者有記者籍 但是記者不夠帶設備進去 所有的陸像設備 你看C-span 這樣解釋了 是 是 哦 統一 不是上邊 以前上邊那時剛好一片 那些尾光燈 閃一下光 下面就不用搞了 不用意識了 是 不用做事了 所以呢 是 所以記者在我剛剛 裡頭還有 中間大廳裡有一批記者的地方 總之記者集中在那裡 哦 統一 統一廣播 他那個統一 不是 他什麼意識的日程是統一廣播的 所以你現在看到我一排一排的 行過的議員辦公室 一個一個 74萬人選一個議員選出來的 就是這樣了 是 是 是 那麼呢 中間有些委員會 待會我看看那些委員會 大家就看看委員會 差不多了 現在大家都應該知道這個 這個美國民主 最基本的事情是什麼回事 我現在看到了什麼問題 沒有啦 差不多今天 差不多了 好不好 你只要走到Christmas那裡 我現在在走 現在在走到Christmas那裡 我要再下一趟樓梯 它三棟樓 因為國會山之所以叫國會山 它是個山來的 是 它是個山來的 所以三棟樓 我剛剛第一棟是最高的那棟 第二棟 每一棟都要跟著它下來的 我現在就 它第一棟叫做Cannon Building 我剛剛第一去那裡走 它帶完了Cannon Building 我現在第二棟 就是這個Mike Gallagher的第二棟 我現在就走去第三棟 第三棟都走不走 大家知道 那下次我和Christmas約好 約它上下我們的鏡頭 現在很忙 它這些人現在很忙 就是這次國會 昨天才聽那些人實說 啊 很久沒有這麼忙 不是 它真是做事 現在 現在那幫人真是知道 而且現在它得到人民的支持 這個是絕對的 我後面的議員就走去吃飯那裡 大家都可以吃那些地方 是的 記得有飯堂 飯堂 很多個飯堂 不是一個的 所以現在一直 我現在下去 你看一下 看我的信號怎麼樣 嗯 挺好 現在暫時都沒有問題的 暫時沒有問題 暫時沒有問題 它國會有加強信號的 最多是電梯 電梯他都很 電梯就是問題 永遠都是問題 其他沒有問題 現在暫時沒有問題的 這些沒問題的 現在暫時還站上也 就差了 沒有了信號了 那些小孩想不到你 哎呀 行 又 回來了 回來了 行催 我知道那片信號那個地方不好 哦 那個地方信號不行 我現在行催 給大家看看 標準位置是在哪裏 是的 烏龍了 我叫Canon Additional Elevate 像鋁頭迷宮那樣的 我知道這裏出了 真是大 帶到悲喜 真是帶到悲喜 我現在很熟悉了 我第一 那次來的時候 Tom Carpenter 剛剛選了上來 就在這個建築 參議員 Tom Carpenter 他走失了 走失了 他鬼那麼高 接著我們幾個女記者問 我可以在哪裏 你也不知道自己在哪裏 不知道你是哪裏 我叫Canon Congressman 真是可憐 記者露屬 記者帶他 這個是飯堂的 國會 這個咖啡廳 給飯堂 發來飯堂買東西 先看 國會的飯堂 你可以在這體驗 就真的是人民的防止 疫情是 你說1月6日關掉了 不讓我們進這條電梯 過了個飯堂 過了這條飯堂在這裏 你看到這條飯堂 是 是 是 就是跟購物的一樣 是 就是這樣 一點神秘都沒有的 一點神秘都沒有的 所以呢 我就說香港朋友 如果你們支持 或者在這邊的朋友 大家想做國會工作 支持什麼呢 千萬不要覺得 美國有這麼神秘這些 大家完全就可以 你就直接去找他就可以了 你露到如果我不開心 那時候做茶黨的時候 截著去罵那些議員 逐個去罵罵那些飛機 英國就難很多了 英國沒有這麼隨便 不是一樣的 我試過的 我以前在英國國會 蹲了六個小時那天 我有個朋友MP 現在不是MP了 那時候是MP 那時候是MP 誰出去死我 我從那邊出去 走錯路了 有朋友MP 帶我進去 都是很簡單的 美國這套制度 英國那套稍微 稍微緊一點 都不緊到哪裡 其實歐洲的議會 那時候我去立桃園 去立桃園 去立桃園 那些更簡單 是 所以就是中國的人民大會堂 不能進去的 香港議會給不給進去呢 香港現在保安都很黏 那時候就很隨便 現在很黏 本來應該就是人民的房子 應該是這樣的 大家是人民的地方 那你不給人民進去 你算什麼回事呢 你們是我們選出來的 我們批的 所以 今天差不多 還有很多 好啊 你現在去哪裡 我現在要出門口 我們今天差不多了 50分鐘 今天差不多到這裡 好嗎 今天接不到議員 今天那些議員 不要緊 今天是星期五 是 今天星期五 好啊 前上個星期算是這樣的 每個人都在這裡做足 投票十五次 是 投票十五次 那次還要跟staff聊 那些staff在門口 不要誰走得 計算到家裡 不夠票數 好啊 小夏辛苦了 辛苦了 我們今天到此為止 到此為止 到此為止 觀眾都很多謝你 好啊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 好開心 好啊 各位觀眾早上早上 小夏多謝了 多謝了 辛苦了 拜拜 拜拜 拜拜